记者洪定洪高雄报道,在农历春节前市营运的战二库将于3月下旬开幕,这是高雄港二号码头的历史建筑,临近全国知名的博尔特区轻轨站及哈马新铁道文化园区已有20家文创级餐饮品牌进驻,料将成为高雄新的旅游景点。 台湾港务公司董事长吴鸿某表示,去年港务公司和高雄港区土地开发公司合作,向高市府提出历史建筑再利用计划,历经约8个月筹备,战二库开始是营运,是高雄九港区转型的首部区。 高雄港区土地开发公司为台湾港务公司与高市府共同出资成立,由港务公司总经理郭天惠兼任高土开公司董事长,他强调,高雄港区将在陆续开放20公顷土地,结合博尔创造港湾新面貌。 战二库所在位置于日治时代属性丁丁,是日本人在高雄竹港市的海浦新生地,范围涵盖现今的海军营区,铁道文化园区以及一至十号码头。 位于海岸第一排占地千平的战二库,在1914年兴建,1960年代成为这堂香蕉出口专用仓库,高市府于2003年公告为历史建筑。 高土开公司指出,战二库保留老墙,老窗,借以展现老建筑简约亲历的样貌,老墙区配置有着我的共识空间,塑造舒适清幽的修气环境,希望透过文创展览餐饮的复合经营,复苏港兵的历史空间。 尖,高土开公司也与中山大学合作策划造周既是职人的双掌载特展,另有万人化于其活动,希望在开幕前完成12公尺,高8公尺巨幅其幅于其。 站二库地址为高雄市延城区蓬莱路17号可从捷运局线西泽湾站2号出口或轻轨C14博2蓬莱站不仅数分钟就可以抵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